BK 燃燒拳擊手 這是一個岩鼠戰士 然後以拳擊為主題的系列 我對BK認識 主要是來自動畫的亞歷特 特哥 這個角色很有意思 他是反派的七皇 但卻帶有點熱血 看得出來他非常小時候遊戲 亞歷特原本是在巴黎安世界 但後來被指派到人界 任務是突擊尤媽 而亞歷特到人界後 被香蕾給殺到 犯了戀愛腦 開始瘋狂追求小尿 但在追求的過程中 因為多次被尤媽給打斷 所以他是尤媽為情敵 也是向尤媽發起決鬥挑戰 在一番激戰過後 亞歷特這才發現 原來的男孩子更好 尤媽才是他追求的目標 亞歷特的前世是一名角鬥士 所以他使用的牌組 是以拳擊為主題的BK BK不算是太熱門的牌型 不過他的曝光度 卻有一定的份量 因為這個主題有出圈 即使你沒看過動畫 不認識亞歷特 應該有在別的地方看過BK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這個東西是BK 像是這部作品 左邊這一位玩家 打牌打到自彈音效 看得出他也非常享受遊戲 而且他使用的牌組 就是BK 所以根本就是亞歷特本人 他的第一回合是這樣 他先召喚一隻BK拳擊頭套 然後頭套效果 把牌組的BK反擊拳送到墓地 反擊拳可以在墓地發效果 當BK怪獸戰鬥時 可以移出反擊拳 讓場上一張BK怪獲一千攻 BK拳擊頭套 BK反擊拳 這些都是拳擊的用語 其他的還有 BK練習對手 我方場上有BK怪獸 這張卡可以從手牌特招 然後通常是跳下來做阿斯操亮 或者是轉令和爾的追響 這個英勇就跟他的地位一樣 是一個陪練的角色 功能是陪打 BK左右開弓 當張卡召喚成功時 可以從墓地附和一張BK怪獸 方向這個效果的整個會合 我方只能特招BK怪獸 左右開弓可以搭配下一張卡 做一個小循環 張卡叫BK玻璃下巴 玻璃下巴也用會稱呼它是 BK不堪一擊 或是BK不驚打 他會有這一稱呼 主要是因為玻璃下巴指的是 在拳賽中打中下巴 然後造成KO 意思是 經不起打的下巴 所以他才被犯成不經打 玻璃下巴的效果是缺戰 當他被選為攻擊對象 他就會製造 讓對方打不到 所以這張卡 你也可以叫他R星 而不是這個R星 是這個R星 當玻璃下巴因為效果被送到墓地 可以從墓地回收一張玻璃下巴以外的BK 這個效果非常重要 之前BK卡詞比較小的時候 他可以跟左右開攻組成一個小循環 具體的做法是 用這兩張去疊出本家的R4 BK拘束滿兵 然後拘束滿兵 有一個拆素材帶破的效果 他只要看到BK被破壞 就可以拆一個素材去代替 拘束滿兵有兩顆 所以他可以帶兩次 然後當玻璃下巴被踩到墓地 就會放到他的回收效果 把左右開攻拿到手上 這樣下回合就可以通招左右開攻 然後防他的效果 復活玻璃下巴 這樣就可以再疊一張R4 然後痛扁對手 然後我就可以扁他了對嗎 這樣拘束滿兵 是早期BK的重點 他可以拔素材帶破 有一定程度的抗破壞 另外就是 當他素材被拆掉的場合 他會加自己800攻 所以拆一次素材會變成3000 拆兩次就是38 越破壞越強 拘束滿兵在當時8期的環境 並不是很好處理 如果沒有強托 或是UB這種非破壞的卡片 處理起來就要花一點資源 另外他可以搭配超量阻擋 去干擾對方的怪獸效果 這會讓對手很頭痛 BK除了抗性 續航 他有個特色是成本很低 前面講的那些BK卡片 稀有度都是銀字 普卡 賣起來不會壓力 所以BK算是當時的黑馬 戰術簡單 有經濟實力 然後還很便宜 物有所值 反正他的拳擊牌 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去跟當時的主流抗衡 是當年新人陸坑的首選 不過很可惜 這個時間點是2013到2014 然後BK的下一次強化 是去年2023 也就是 他有將近10年沒有變過 卡車沒有更新 那大概是被淘汰 這幾年基本上看不到BK 唯一有表現的場合 反而是在DL的環境 特別是這樣 BK面罩 面罩在DL有一定的強度 我方受傷 他可以從手牌特招 之後回復受傷的數值 這個效果可以延長戰線 而且有注意角色的技能發動 目前在遊戲裡是限三 接下來看 去年2023強化了哪些東西 BK上勾拳 他上場可以從派手抓到BK 或者抓反擊命的反擊陷阱 然後二效果是 當然因為效果送目 可以從墓地復活BK 或是從墓地 把反擊命的反制陷阱蓋蓋回來 一效果是減縮 二效果是回收 兩個效果都很強 但要注意 他一回合只能選一個用 BK駐守 駐守的工作是 在全賽的每一回合結束時 把選手拉到一側 然後把椅子 遞毛巾 補碎 你還不敢我把他打倒 我要揍他 一秒鐘就可以把他打死 所以這張駐守的效果 就是依照這個去設定 當對方攻擊時 我方場上有戰士 或是岩屬怪獸 駐守就可以從手牌特招 然後把人士的攻擊無效 並且可以暫時移除一張怪獸 然後他可以再追加一次BK通招 BK推廣人 推廣人的其中的工作 是否則召集的選手 所以這張卡可以透過解放自己 從牌組最多特招 兩張不同名的BK上場 我們可以把他理解成烙狼 另外他還有一個調整心速的效果 拔從目的移除 可以讓場上的BK全部加一心 或是全部減一心 這個效果很少會使用 不過它是有意義的 因為BK的三星怪獸 幾乎都偏脆弱 BK主要是以四星的怪獸為主 三星的部分幾乎不會採用 但BK本家卻有張R3 BK犯規拳擊委員 這就很尷尬 牌組沒放BK三星 所以讓R3難以上場 這顯然是廠商的殊師 當然現在可以了 推廣人可以透過降星 讓場上四星的BK降成三星 這樣就可以召喚R3 雖然R3現在還是不會用到 但還是講一下他的效果 他的效果是 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 他會挑釁對方 讓對方的怪獸必須攻擊 招待他 超派提拳 BK王者 當他特招上場 可以將一張炎鼠戰士 或是一張藍頭拳抹線 從牌組交到手牌 或者是獸目 這樣是BK的新R4 現在主要都是靠他在運轉 打一個最簡單的combo 假設我們棄手只有推廣人 那就下推廣人 然後推廣人效果 從牌組帶出上弓拳 以及玻璃下巴 上弓拳效果 減索炎域反擊 之後上弓拳和下巴疊起來 超量召喚BK王者 王者效果減索交叉反擊 之後王者猜一個素材 這裡猜下巴 下巴因為效果被送到墓地 所以會發動他的回收效果 這裡回收墓地的推廣人 這樣下盒就有續航 之後蓋2 覆蓋交叉反擊跟炎域反擊 到對方的回合 王者就再發出效果 這次猜上弓拳 上弓拳送墓 復活玻璃下巴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推廣人單卡可以做到的小陣 中場會有一個魔線檔 一個怪效檔 然後下盒抱有續航 那如果手牌是好一點 甚至可以走No.79 然後搭配身兼魔法 去做新的R5超量 BK降星 這樣降星可以阻擋對方的規則特招 這樣台名就更強 但我知道這不是你們想看 這幾天 一直有觀眾就要把軍罐跟BK組在一起 所以我直接用軍罐系統來演示 假設我們開局有兩張觸犯 白觸犯跟紅觸犯 發動紅觸犯效果 展示白觸犯 然後把紅觸犯從手牌特招 接著通招白觸犯 之後把兩張觸犯黏在一起 超量召喚BK王者 之後發動王者的效果 間鎖交叉反擊 然後就沒了 這在幹嘛 兩卡開局 然後中場就有個怪效檔 那為什麼不選村本家 一卡開 包底有兩檔 所以拜託不要提供怪東西 這個大被觸犯超爛 那你可能會想問 我玩這套觸犯燃燒拳 難道不怕會鐵拳制裁嗎 欸 我不怕 因為我也是有背景的 我有鯊魚爸爸 沒錯 這集我的SugarDaddy ServeShark又來了 鯊魚爸爸優點已經介紹過很多次 像是隱藏IP 資料加密 阻擋釣魚網站 保護隱私 及防範網路駱客的攻擊 另外它還有翻牆服務 ServeShark的國外巡迷IP 可以讓我們觀看那些 因為地區而被限制的隱定內容 以及避免價格歧視 使用當地的價格進行網路購物 這些已經講過很多次 大家應該都會背 但現在服務再升級 ServeShark One 除了原有BPM 現在還增加了防毒軟體 無痕收集引擎 以及各自外線警報 只需要一個訂閱 就可以享有上述全方位的服務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現在ServeShark正在推出榮年的優惠活動 只要在訂購時 輸入我專屬折扣碼 DOW 你也可以享有限定優惠 以及加送5個月的免費使用 千萬不要錯過囉